三名长老都是脸色大变 警告怒喝道 小丫头骗子 口不遮拦 别以为你是丫头 我就不打你 再敢说我家公子 老夫就撕裂你的嘴 水仙被他那凶悍的模样吓了一跳 果然不敢再说了 退后一步就躲在李云霄的身后 李云霄道 水仙 你跟着菲尼都学坏了 别动不动就骂人 水仙脸上一红 吐了一下舌头模样可爱 丁鹏急忙说道 三位长老息怒 此事和这位小姐无关 全都是李云霄者的货 此人根本就不应该活在世上 警告说道 也罢 看在这丫头年幼无知的份上 先饶了他 至于这李云霄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李云霄无语道 这不是废话吗 当然是想活了 难道你想死不成 警告愣了一下 这话听着极为别扭 内心有种发堵的感觉 重重的哼道 若是想活 那就自费丹田 然后跪在大门口 带公子和灵儿小姐回来后 再心发落 李云霄脸色微变 你们家公子跟灵儿小姐在一起 紧要冷笑道 公子和灵儿小姐 天造地合的一对 自然是在一起了 你还是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心不死 人就得死 李云霄道 丁鹏 这里是新严城 有新严城的规矩 你身为七大商会之一的少当家 难道置规矩于不顾 见有人要出手闹事 置而不理 李云霄啊 李云霄 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丁鹏狂笑起来 双手插腰 一指气势地喝道 三位长老 是我天元商会的贵客 他们的行为 便代表天元商会的行为 怎么叫闹事呢 乃是正当出手 李云霄道 我记得 新严城是不许私斗的 要打也必须上擂台 丁鹏哼了一声 昂首叫嚣道 规矩是商盟定的 商盟随时都可以改 并且想改就改 本少现在就强改规矩 你能如何 李云霄道 商盟就这样欺负外人 丁鹏吃笑道 就欺负外人了 你能如何 这里的一切 都是我们商盟说了算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要你这外人扁 你就要扁 想要圆就圆 李云霄点了点头 从身后拿出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这个是影像石 我已经把刚才的影像和声音都记录了下来 这次万宝楼召集天下豪杰的时候 我会放给所有外人看的 你 丁鹏的额头上躺下冷汗来 自己刚才说的话 虽然 人尽皆知 但也不过是 潜规则而已 若是直接拿上台面 在天下豪杰前放一遍 怕是这次大会 都要受到波及 后果之严重 难以想象 若是在平日的话 又要好许多 现在正是邀请天下豪杰的非常时刻 轻则连累天元商会 甚至被逐出理事会 重的话 搞不好自己当场要被人打死 也不是没可能 你 你卑鄙 丁鹏气急败坏的大叫起来 冲上去抓住那石头 快拿给我 李云霄手掌一翻 便将石头收了起来 一股气静荡了过去 将丁鹏推得远远的 丁鹏大吉 正能求助道 三位长老大人 请帮助我将那影像师夺回来 否则传播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紧要说道 丁鹏少爷放心 不久后 天元商会和刘明府便是一家人了 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况且 这李云霄敢在我三人面前放肆 就已经是死罪了 他使了一个眼色 警告顿时残忍的冷笑一声 一步上前 就出现在李云霄面前 一掌当头劈了下去 捕食食物 就去死吧 李云霄不慌不忙的 抬起右手横在身前 凌厉的剑气散发出来 斜销而上 将空间割裂 斩向对方的手掌 警告突然心中一惊 一种危险的感觉涌了上来 惊骇之下 急忙收回掌势 并且暴退数步 警要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警告有些吃惊的 这小子的力量 似乎有点古怪 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 这般柔弱 不过 也就是有点古怪而已 不足为据 他除了吃惊之外 更多的是有些恼怒 似乎让他丢了颜面 大合一声就双掌合一 大开大合的 竖批了下去 这一次 他用足了八成原力 想要对方一下子 劈成肉泥 以解心中怒火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花哨 都是无济于事的 李云霄再次抬起右手 横在身前 化作剑势 斜削而上 和之前那招一模一样 几乎就是动作回放 就连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 砰 双掌合一 如同大幅披衫 直接斩在李云霄的手臂上 震的两侧空气一下爆开 空间随之晃动不已 什么 警高只觉得双掌上传来一阵剧痛 似乎有剑气破开防御 侵入到经脉 游走于他内腹当中 大肆破坏肉身 他的眼珠子爆了出来 满满的难以置信 脑子都几乎懵了 站在那儿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 突然 他两个手臂上传来剧痛 李云霄五指一下 就将他的双手掐住 手臂化作金色 猛的一拉后 再推了过去 警高的身躯 瞬间失去了平衡 一下被震退了十余杖 并且双手直骨几乎全部粉碎 什么 警耀和警明 还有丁鹏 都是一下失色 面容显得有些呆滞 该死啊 敢伤我三弟 杀了他 警耀一下子暴怒起来 身上的气势冲天而起 警明也请客间回过神来 同样是力量提升到了极点 见自己人被打伤 一下子就怒火冲天 也不管什么风度和身份了 一左一右联手攻上 李云霄眼中闪过一丝杀气 既然这几个斗逼不知进退 那就一并废了 他张开五指 突然间眉心一皱 有些疑惑的 邪望向天元商会之中 两位长老 息怒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便见到光芒冲天一闪 顷刻间便出现在李云霄身侧 一名后背勾楼的老者 双掌同时排除 强大的刚风震起 老者当即喷出一口血来 连连后退竖步 脸色变得苍白 警耀惊怒到 赖大人是你 为何要护着这小子 两人的攻击 虽然被老者挡了下来 但还是怒火冲天 一左一右的夹在李云霄的两侧 杀意盎然 老者急忙压制住伤势 快步走上前来 两位长老息怒 云霄公子也是碧会的贵宾 切勿因为一些小误会而伤了和气 那样会令碧会很难做的 这老者正是 京风迎盲的同龄老赖 丁鹏一见将他也惊动了 盲说道 赖老 是这李云霄不识好歹 将警告大人打伤了 警告猛的咳嗽了两声 打断道 哪有大伤 不过是大意之下 被他一招占了上风而已 老赖忙道 既然没有伤亡 双方又都是碧会的贵宾 就看在我家老爷和小姐的份上 化干戈为玉伯如何 警告冷冷的说道 这小子和灵儿小姐 暧昧不清 必须死 否则我家公子算什么 李云霄面色寒了下来 原本刘明府三人的逗逼行为 也不曾让他发怒 毕竟经历了这么多 什么样的傻鸟没见过 也不在意多这么三个 但对方一提及 丁灵儿与那刘明府的公子 顿时令他莫名的怒火中烧 一股杀意蔓延 双眸中反而变得清明起来 冷冷的说道 既然如此 那本少就先杀你们三个 再杀那什么公子 两人也顷刻间感受到了 李云霄的杀意 若隐若现 心中涌起危险的感觉 这让他们内心大震 万分戒备起来 使不得 使不得 老赖的额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急忙一下将李云霄拉得死死的 几乎是双手抱住了 云霄公子不看老朽的面 也看看小姐的面子吧 小姐去了新业斋 不久便会回来 李云霄皱眉道 难道你眼睛瞎了 是这三个逗逼要杀我 你的意思是 要让我被他们杀 老赖内心也是将锦耀三人骂了一通 他们是隐士世家 不知道李云霄的厉害 但他可是清楚得很 此人乃是破军武帝转世 三位长老 还望看在老爷和小姐的份上 此事暂且不提如何 待心严惩之事了了 我们再从长计议 他也知道 这些隐士世家的人都是不安事事 让他们一下放了李云霄 别说情绪上不能接受 就是脸面上也接受不了 故而提出压后从长计议 只要两拨人不打起来 日后再慢慢化解 哼 既然赖大人出面了 那我们就先饶此人不死 锦耀一本正经的说道 但心严惩之事了了之后 天元商会便不能拦住我们杀掉此人 老赖心中暗道 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杀谁呢 当然当然一定 两位之间的私事 我们自然不能阻止 但千万不要在心严惩中闹 一三位大人的修为 一旦动起手来 必然是惊天动地 整个新严城都要关注过来的 老赖内心松了口气 奉承了几下 果然三人的面色一下就好转起来 景耀指着李云霄 冰冷地说道 你小子 我们记下了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必将追杀到底